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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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让里面的说话 警戒我们的心 提醒我们 叫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 遵行你的生意 以至你的祝福能够领导 祝福能够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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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你们要紧守我的安息日 敬畏我的圣所 我是耶和华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 紧守我的戒命 实行他们 我必按时降雨给你们 使地长出笼作物 田野的树结出果实 你们打穀物 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 摘葡萄要摘到播种的时候 你们要吃粮食得饱足 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 我要赐平安在地上 你们肚饿 无人惊吓 我要使你们地上的恶兽消灭 都见必不穿越你们的地 你们要追赶仇敌 他们必倒在你们都下 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 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 仇敌必在你们面前倒在都下 我要眷顾你们 使你们生养众多 也要与你们建立我的药 你们要吃储存的陈良 又要为新娘清理陈良 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築 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 我要行走在你们中间 作你们的上帝 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 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使你们不再作埃及人的劳部 我曾截断你们所负的厄 使你们挺身前行 尼未记二十六章是关乎和福之道 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遵行耶和华律法 神会赐福给我们 但如果我们不肯听从 故意的违约 上帝会责罚我们 圣经也告诉我们 律法的总纲 先是提出两点 首先就是不要拜偶像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 它比较详述 如何叫做拜偶像 有什么偶像 可以拜 然后跟着 它用一个简短的说话 提出 我们不可以违反安息日 要将安息日分别为圣 以致神的圣所得以成为圣结 所以它正是安息日 带给我们的意义 神所示的福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说我要将雨水赐给他们 于是雨水落到大地的时候 你就能够伸出不同的土产 以色列人能够富庶地活在那一个土地上面 第二方面上帝说我要赐平安息日 给他们 于是他们免治于敌人的战争的祸害 在战争当中他们能够得胜敌人 上帝要将这样的平安赐给他们 最后上帝说我要将我的圣所 将我的回幕赐给他们 意思就是说神亲自的同在 这个是福气里面最宝贵 就是说神说我将我自己都给你 我活在你当中 在你当中行走 与你们同行共画 有时我在想 究竟是最有效 使人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 或者我们用另一个角度去讲 就是有什么能够教育以色列人 去你能够明白神的意思呢 有些时候我们会用思想的模式 就是一些道理去教训人 但是《旧约圣经》时事 用一种行为模式去教训人 大致就是说如果你做得好 你会得到好的结果 但如果你做得不好 神就会罚你 这种掌伐分明的方法 能够使人去学到一些功课 虽然神会用不同的方法 使我们生命成长 但是你没有去观察 经历或者回想一下 神在你生命里面 有没有用一些这样的方法 使你生命成长呢 如果我们今天遭遇了一些好的事情 你会不会鼓励到你继续做好些 如果我们今天 在生命里面遇到一些困惑 会不会是一个反思的时候 想想我们今天 有没有走在神的生意当中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提到神给我们的福气 又不知道你生命里面 你最想上帝给你什么福气 就要谢谢你 以色列人得的是土地的富庶 以至物质丰盛 以色列人得的是内心里面的平安 但是更加紧要的是神的同在 同样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里面 我们很想神给我们 有平安稳妥的日子 有生活里面的富庶 但是更加重要 我们应该求神 设给我们内心里面 能够与他平安的相处 享受神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最需要 最重要 在神面前得到的恩典 那是神自己 有神与你同在 有神在你的生活里面 和你同行共话 这个是人生里面最大的福气 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 可以向神祈求 神同在的福气 其实主要的内容是 神说我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行走 和他们在一起 因为他们是我从埃及里面去救赎出来 给他们一条新的道路 一个新的民族生活的方法 所以人生最大的恩典 莫过于我们可以去认识神 神与我们同行共话 和给我们一种新的生活 新的可能性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 正正切了这样的恩典给你 因为在神里面 我们凡事都有可能 我们不需要再走回以前的道路 做回以前的生活方法 因为在基督里 一切都变成新的 有新的恩典与风性 希望这段经文能够提醒你 你今日是一个新的人 会在神的面前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我要行走在你们中间 作你们的上帝 你们要作我的子民 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 我在简直到我们的中间 在文在的宗宁里面 在旁边的仍然里面